跟Thomas聊聊香港的大市情况 上星期收报23,223点 距离十天线差68点左右 未来一个星期 其实预期的成交未必会很大 你预期恒指会向上夹大 或向下夹大 会在什么水平上落 你预期会在什么水平上落 暂时看的时候 应该倾向利好的机会 稍为会大一些 美股的表现就 倾向上做好 昨天A股稍微微跌 整体方面 无论是美股或A股 都带动港股 升的诱因会比较强一点 如果针对十天线来看 因为本身的线是向下走的 所以要突破十天线 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如果你说比较理想 今天会突破 如果不是的话 今个星期突破 机会亦相当高 但反而留意 如果恒指不能够到23,500点上 都未能够确认有一个 比较强的上升动力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倾向上来说 23,500到23,500 这个上落区间 参考性就会比较强一点 可能都是去到新历年过了 即下个星期回来的时候 比较大的机会 仍然会提高一线 当然前提考虑方面 都是去看中美的摩擦 会不会是比较多 即如果这类型的新闻 比较少一些的话 网投资者又会集中 在估值的吸引方面 倾向上带动港股 升的机会就会比较强一点 现阶段 其实就不会是 用一个合理值来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基本上 如果你看恒指的市盈率 都是只有15、6倍 但如果我们去看标指的时候 已经是26、7倍 原来差10倍有多 所以吸引程度的港股是一定有的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消息面 影响了后市的表现呢? 我想未来开局的时候 这个方面 对港股投资的关注度会比较高一点